花蓮第七目前沒有自來水 及檢疫自來水的用戶 約有1萬8千戶 全台倒數第六 就以花蓮三縣居民為其多 就以收封箱來說 193縣道就有多處賞戶都接三水 居民希望也能有檢疫自來水 今年3月花蓮縣長復婚期 立法委員許正偉 拜會經濟部長鄧正中 爭取相關改善經費 提出多項的五自來水 地區供水改善計畫 獲得經濟部同意 我們花蓮縣政府 最近幾年來一直積極努力 在這個部落居民供水改善的部分 積極爭取中央經費來補助我們 光是104年到105年 花蓮縣政府就爭取了 中央經濟部水利署 核定補助的金額超過1億5000萬元 另外也爭取了105年度 檢疫自來水工程及檢疫自來水系統 營運兩項計畫經費 合計2431萬多元 要作為偏遠地區 檢疫自來水工程試作 希望早日解決五自來水用的困境 記得搞到麻藥花蓮收封 採訪報導 大部份 總共用舍